大家好,我是Ru.最近这两天,国务院下发了一个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然后他这个意见一共提到了20条,然后其中提到了关于促进消费,促进11种消费 然后大家看了一下,第7种消费提到的是什么呢?是教育和培训消费 简单讲就是教培,教培消费,要促进教育和培训消费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有什么感觉,对不对? 对于时政比较了解的人,我就感觉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打脸一尊 教培这个事情,几年前当时多么风风火火,要打压教培,双减,对不对? 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这刚几年过去 国务院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刚开完这样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 提到要促进消费 第7点就提到了要促进教培消费 到底怎么回事? 具体内容有一些内容,我简单给大家念一下,大家听一听,感觉一下 然后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做些细致的分析 他这里第7点提到教育和培训消费说 推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开放优质教育资源 然后满足社会大众多元化,个性化学习需求 你看这话说的就很广泛了,反正就是大家开门吧,赶紧的 对不对?该赚钱赚钱,该交税交税,这么个意思 然后推动职业教育提制征校,然后建设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专业 推动社会培训机构面向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 推动社会培训机构面向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 然后指导学校按照有关规定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引进 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非学科类优质工艺科后服务 哎呀,话太长了,不就是让你开放这个就是说培训吗 对不对,然后鼓励于国际知名高等院校在华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 反正基本上大家支持这些内容吧,不长但也不短,这么一块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开始这个教培行业了 那除了这个以外,在第四类当中提到这个文化娱乐小肥 这里面也有这么一句,要提升网络文学,网络表演,网络游戏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质量 网络游戏也被搬出来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怎么说呢,谈到习近平对于整个中国的各个产业的打压 大家基本上能集中在四个词 一个词,第一个词是蚂蚁 第二个词是滴滴 第三个词就是教培 第四个词就是网游,网络游戏 对吧,但这一次呢 就是国务院发的这个事情 第一把这个教培这块 基本上完全都颠覆了 然后呢,这个网络游戏这块呢 也简单提到了一些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对不对 你说这让习近平多没面子 这个事情,原因在哪呢 当然原因吧,咱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谈 第一呢,就是习近平要求这么做的 习近平总觉得这事这么下去不行 中国这经济不行了 对不对,我这面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赶紧的吧,赶紧弄 对吧,然后让教培重新开始 毕竟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产业 涉及到的这个就业啊 人员也非常非常的多嘛 是不是,要重新开始这一块 那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不能说完全没有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符合习近平那种性格 习近平的那种性格就是 对吧,那当年总方正不动摇 都错成那个程度了 他就是一个字都不再认错了 是不是 那教育培训也是一样的 对吧,你换个说法 比如说智力提升啊 比如说什么学习指导啊 那你换个说法 你别把教育培训教培说的这么清楚明白啊 对不对 所以我总觉得这个事情 好像应该不是习近平直接 就是主动要求做的 对吧 那么就是第二种因素 就是习近平被动 没办法 还是我就一直最近坚持这种观点 就是习近平 他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被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对吧 你就不得不这么做 也就是李强开始 就在一定程度上跟习近平对着干了 所以说呢 就把这个教育和培训放到第七位 就直接按照打脸习近平的这种方式 这种名称就给推出来了 就这些事情啊 就是说 真的是我觉得看了以后 真的挺有感慨的 是吧 反正我觉得这是国务院李强 他的进一步这个动作 那么有人说 你这个说的是不是有点太 太那什么了 不就是教育培训吗 而且是第七条 就那么一点 你就拿出来在这 就大幅度的这个说事 对不对 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度解读了 很多事情吧 咱们就是说联系起来看 你不能一个点一个点的看 对不对 如果说现在什么时候没有 对不对 习近平又权力又如如中天 然后习近平 那个李强一个劲在那表中心 然后突然出这么个事吧 可能是偶尔失误啊 怎么咱可以不用去过多的去解读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不一样啊 二届三中全会其中和这个过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别的担心 别的担心不说 就说李强这一块 对不对 这两天我也提到了 就简单讲吧 就是人家都在表中心 就李强不提两个确立 也不提两个维护 是不是 干脆就啥也不说 对吧 你们万岁万万万万岁万万岁 那是你们的事 我就站着不说 这个事情太奇怪太奇怪了 然后呢 就是 这也算跟国外有关的吧 昨天我也提到了 一个是郑州的 就是开放房价 新商品房 可以随便降价 这个事情对于习近平整体的这个他的这个权威的打击会非常大 他是非常明确 他再一个就是山东这边 对吧 直接让十万的这个事业边变成企业的这个合同工 就这个事情 对习近平的冲击很大 就这种政策的这种变化 就是跟习近平他整体上的这个性格 他跟他的这种做事方式是完全不同 但这些事情呢 全都一起来了 包括对菲律宾的让步 对乌克兰的让步 对美国在一定程度的让步 等等等等 包括有一个中国国内这个就是国防科技大学的教授叫马骏嘛 他的一些言论等等 就这些事情你把它放在一块看 你就会发现整体这些二级参政全会以后 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 起码在经济领域 包括一些这个舆论领域等等 他出现了很大的这个变化 可能有些人你不仔细观察 你没有感觉 我是有感觉的 对吧 你干嘛呀 对不对 直接把教育培训消费 你直接拿出来 然后又称赞一番 要发展 对不对 你让习近平的这个脸往哪放啊 是不是 所以说这些事情吧 大家可以去仔细去这个琢磨琢磨 所以说再往下走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发展的这个变化可能会越来越大 最近这两天我一直在盯着看这些事情啊 到底出现了什么变化 对不对 很多事情嘛 他确确实实是传言 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 有些事情吧 可能包括我昨天也说错了一个点 这里我得澄清一下 就是那个赵立坚他妻子那个事啊 一开始我没有仔细瞅 后来有人给我提 确实这个我说错了 一看以后 然后今天他也继续发一波 他说是他身体有问题吗 赵立坚的妻子 这不是赵立坚本身有问题 这我也说错了 这咱得承认 包括有些谣言也好 各个方面就是事后证明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有些点 他确确实实 他就发生了 这个你不得不承认的 你没有办法就无视啊 你就说这个李强 对不对 他就是不表忠心 你说这个事他不奇怪吗 对不对 包括今天把教培 这样大张旗鼓的摆出来 他有几个意思啊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就这些吧 明确发生的 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点 把他们穿起来 就能看到整个目前这个时局的这个走向 我还想要那个观点 习近平他权力的败落是一定的 速度也一定会很快 他自身各个方面的变化还是很快 因为最近这些天 习近平所谓的那些老朋友 就是出事的出事 倒台的倒台 淘宝的淘宝 反正发生了很多事 对不对 对习近平心里的冲击得有多大啊 是吧 他真就会有那种 就是那种非常非常 这个叫兔死忽悲啊 那种那种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包括他现在年纪也慢慢这个越来越大了 包括整个现在目前体制内的这种 咱们看不清楚的这种变化 军队也好啊 警察的汪小红也败啊 等等这些变化 到底是怎么回事 包括他自己身体 现在这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嘛 等等 所以这些事情吧 都在一点点一步步酝酿之中 我们要把其中的那些明确的点 我尽快的给大家抓出来以后呢 赶快告诉给大家 当然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分析 分析的好坏 那就是我的水平的这个问题了哈 整体的这一集就简单的聊这么多啊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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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